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在时隔一届奥运会之后 重新夺回了这个女子单打的金牌 就感觉怎么就拿了冠军成为奥运冠军 过程很艰辛吧 但是就感觉像一场梦一样 回望职业生涯给陈玉飞出动最大的是 2018年泰国曼谷的游博杯半决赛 中国女队苦战无偿 2比3西败泰国 而且三场单打都丢了分 陈玉飞出任一单输给了对手 创下中国队征战游博杯 34年的最长纪录 那次经历 也在陈玉飞心里留下深深的老衣 自从输了球之后 就要想要去承担 想要去帮助中国队拿冠军的心 会更加坚定 凭借奥运积分世界第一的排名 陈玉飞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 奥运阵容中年龄最小的那个 我希望对一个月以后的自己说 遇到任何困难 不要轻易放弃 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 征战东京 陈玉飞从来没有觉得 自己是夺金热门 以轻松的心态应战 反而一路畅通打进决赛 决赛对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名将戴姿颖 也是陈玉飞速来最难战胜的对手 陈玉飞和戴姿颖 分别排名奥运积分的前两位 一年前的全英公开赛 戴姿颖战胜过陈玉飞 轻松能够得分 两个人在前两局战成一比一平 决赛局 陈玉飞一拿当先连续得分 连续失误 陈玉飞连续得分10比3 我也觉得他可能 可能会比我的压力会大一些 因为从以往的战绩来说的话 我确实是不如对手 我就是输给他会很多次 打死 这球掉的也很漂亮 刚刚就差一分了 成一分十五比十四 其实我前面领先挺多的 但是后面被追分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 我当时处于那个场地 也是会偏难打一点点 顺利风嘛 然后顺风不是特别 好控制的时候 就是然后又被追分的时候 其实当时会有一点晃 当往反击杀中路 再来 你说戴之颖在多盘之后 还能够有一个很高质量的 滑板掉直线 没有给他压力 然后所以他就很大胆地给你过 所以你自己把那个反击打出来 陈宇飞在戴之颖发球之前 轻轻跳了两下 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我就是像我说 我不是打进攻的嘛 然后我在顺风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 所以就尽量地将自己减少失误 然后去跟他多拍 去跟他熬 就是相信他 人一定会犯错 在这种分数上 两个人还能够这么高质量地来回 打出这么多的拍数 球软了 这个球软压到戴之颖的反手 戴之颖最后还是手软了 放往没有过 一场非常经典的 非常高水平的女单决赛的对抗 陈宇飞 我现在问你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现在 什么心情 老妈采访你下来 我最想做的天前 我最想做放假 放假 休息 累了 四爷 想回家吗 回家 我想回家 然后还想去玩 陈宇飞的妈妈因为太紧张 没敢看女儿的决赛直播 知道我妈躲起来了 然后其实想跟她说 不用害怕 也不用紧张 因为我不管输赢 都是一种收获 都是一种成长吧 不能输赢 入呈